那怎麽樣篩檢我沒有積傷 首先激烈 身體太瘦不行 第二 要不要身高尖重 第二 激勵 激勵就是握力器 我沒有帶握力器 好不好 握力 那怎麽樣知道握力器呢 各位 先舉起你的右手 好不好 有點群那麼高 對不對 跟你旁邊的人 對不對 兩個人握手 好 現在 一二三 六一 握下去 把對方握到哀哀叫 好不好 如果你可以把對方握到哀哀叫 你就有力氣 好不好 如果你被對方握到哀哀叫 你就是有力氣 好不好 這最簡單 回去就是握手 好不好 相握 好 首先 他必須要能夠爬上這個樓梯 好不好 爬上這個樓梯呢 就代表他沒問題 對不對 等一下會有很多示範動作 對不對 你看起來就很厲害 對不對 來 這個呢 我們走路測試最簡單 六公尺 對不對 六公尺的話呢 就從這個地關來開始 這一條線 然後呢 然後呢 我說開始走 你就走到那一邊去 欸 到牆壁 之前要停下來 好不好 不要再撞山 好不好 對不對 那一下的話呢 可以用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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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他給測一下 好不好 我們測什麼樣 每秒0.8嘛 我們走六公尺 看他花到幾秒 好不好 來 我們把它測一下 你可以測嗎 你說開始 我們就開始 喔 好不好 開始嗎 預備 開始走 走過去 1 2 3 4 1 2 3 4 好 停 幾秒 8 蛤 6點多 對不對 可是六公尺有會這麼長 沒有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會去算 那每秒可以走幾公尺 只要每秒走超過0.8 所以呢 您好像走慢了一點 您要不要再比一次快一點 這樣才會有禮物這樣子 對不對 來 預備 開始 喔快點 1 2 3 好 停 再下去都抓不到 所以呢 回家就是這樣 你想說 這個很無聊 對不對 來送他一個禮物 謝謝他好不好 我們送他一個禮物 好不好 這個 要怎麼辦 其實側步法 你說我又沒馬匹 我又不可能拿自己的手機這樣測 對不對 走路看手機會怎樣 跌倒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教各位生活運用法 你過馬路有沒有看到小綠人啊 小綠人有沒有秒啊 有啊 對不對 簡單講 對不對 對不對 老師覺得那個小綠人的秒數太短了 你就要小心了 好不好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還有的話呢 就是你要去看看 看你那個走的那個十字路 如果是四線道 那大概就超出了 四線道的話大概都有將近 我們通常一線道要幾公尺 寬度嘛 大概三公尺到三點五公尺 對不對 標準的四線道加起來 對不對 應該有大概十五公尺 對不對 那個的秒數你自己就去算了 走過去 如果時間之內可以走完就沒有問題 如果你每次過馬路 都要走到中間的能行檔 點一下 下一波才能夠再走過去 那你就要小心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小綠人就可以告訴自己 很簡單的 那有沒有更簡單的 衣服啊 拿出你的小手 小手手 十指和拇指伸出來 兩隻手靠起來 十指靠拇指 然後呢 把你的小腿抬到頭頂上 這樣就死人了 對不對 就是呢 你坐著 好不好 坐著正常坐著 腳著地 然後呢 你去測試 繞住你的小腿肚 最粗的地方 如果呢 你這是小腿 來 來個小腿 好不好 來 你的小腿伸上來 不對 假設這是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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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這是腿 好不好 然後呢 假設這是腿 好不好 對不對 你用拇指和食指 好不好 把它繞住 如果你很輕鬆的繞住 那就要小心 如果你怎麼扣都扣不到小食指 恭喜你 你雖然有肥胖 但是你沒有肌少症 好不好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剛剛好 那大概也沒問題 這個回家總可以做吧 對不對 但是記住喔 用自己的手量自己的腳喔 不要回去幫別人量喔 每個人不一樣 每個人不一樣 這樣有沒有很簡單 這樣很簡單吧 有人說 不對啊 吳醫師 我手就是短啊 對不對 我告訴你 老天爺就是有這個天意 好不好 你不要把你的手短 或者是腿粗 這就是你的體格 體質 好嗎 這個時候突然發現 腿粗和手短是有優點的 好不好 兩個湊起來的話呢 就是健康 原來老媽生我是用力這麼多啊 不是要讓我年輕呢 是讓我 年紀大了是健康 這個呢 這樣子 Yubiwaka Yubiwaka OK 所以呢 這一個是一個檢測